加拉太书第五章 基督释放了我们,为使我们得自由,所以要站稳了,不要再被奴隶的恶挟制。 我保罗告诉你们,你们若受割礼,基督就对你们无异了。 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,他有义务遵行全部的律法。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,是与基督隔绝,从恩典中坠落了。 至于我们,我们是靠着圣灵,凭着信心,等候所盼望的义。 因为在基督耶稣里,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有功效,唯独使人发出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 你们向来跑得好,谁拦阻了你们,使你们不顺从真理呢? 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罩你们的。 一点面叫,能使全团都发起来。 我在主里深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,但骚扰你们的,无论是谁,必须承受惩罚。 弟兄们,我若仍旧传割礼,为什么还受迫害呢? 若是这样,十字架绊倒人的地方就没有了。 恨不得那骚扰你们的人,把自己阉割了。 弟兄们,你们蒙兆是要得自由,只是不可把这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,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 因为全部律法都包括在爱临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 你们要谨慎,你们若相咬相吞,恐怕要彼此消灭了。 我说,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,绝不可满足肉体的情欲。 因为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相争,圣灵和肉体相争。 这两个彼此敌对,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,就不在律法之下。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。 就如淫乱,污秽,放荡,拜偶像,行邪术,仇恨,纷争,忌恨,愤怒,自私,分派,结党,嫉妒,醉酒,荒雁等类。 我从前告诉过你们,现在又告诉你们,做这样事的人,必不能承受上帝的果。 圣灵的果子,就是仁爱,喜乐,和平,忍耐,恩慈,良善,信实,温柔,节制。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,是已经把肉体与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 我们若靠着圣灵而活,也要靠着圣灵行事。 不要贪图虚名,彼此惹气,互相嫉妒。